AudioJungle AudioJungle 唐新风暴3结局,双黄Cp也席感多,做二代Cp悲伤多,必不过恩公Cp,2018年1月10日,唐新风暴3已经接近卫生了,很多人觉得没有看够, 也有很多人觉得失望,于第一步和第二步比较,这一步的确确矛盾和冲突不够,像很多人看着不过瘾,所以抱贬不一,但言且觉得这一步的唐新风暴3,已经不再延续之前的两步三步感情了,而是言神的第四队,还更坚固和稳定,虽然有时候像暗恋,但总归结局圆满,一个人的真心付出, 数十年的付出终于换来对方的热口和信任,喜欢和团结,这一点真的不容易,这就是恩公Cp,唐新风暴3,下雨里活灵黄宗泽扮演的阿九和黄翠,如扮演的双黄Cp,自然是欢乐很多的那一种, 从刚刚出现就是喜感多,让人一看到他们两个在一起的画面,就会不自觉微笑,心里面产生欢喜,而陈敏之扮演的黄伊安和唐阿龙扮演的郑丽安,却让人责骂的同时,又有一些同情,心里面很矛盾, 王浩信扮演的黄维嘉和陈丽香扮演的许贝尔,属于富二代之间的爱情,有时候感觉很纯真和美好,有时候又觉得她,势力和现实,让人觉得还不如不在一起的好, 黄宗泽黄翠如唐新风暴三王浩信承丽香,唐新风暴三,恰恰是恩公这对Cp,也就是夏宇扮演的奶茶王黄, 纽正和李弗林扮演的许贝尔这对男男Cp最稳固,你没有一个痴情到底的黄勇正正霸, 对于自己几十年前被许贝尔出庭,作证救出来,面去了自己的牢狱之灾,而感恩戴德十几年,要知道一个人能够奸, 迟出十年大年初一去别人的百年,还不得不在边厅等候,失魔时候更加有时间和精力了, 再来含申几句,然后就告退,整个的过程就是这样,但每一次黄勇正都很兴奋,永远保持住自己的态度, 李思琦下雨唐新风暴三,怪不得自己的妻子李思琦扮演的林丽莹,正妈都觉得自己被丈夫掏弃了, 因为他心中只有自己的恩公而论许贾林,事实也是如此,为了帮助恩公, 黄勇正竟然想到买公司买房子,倾家,当产来吧,助许贾牛转破产的危机, 还好最后变成两家合并上市,后来的种种都表示,许贾还是没有认可黄家, 两家人之间还是有距离,当然黄勇正也不是一直这么欢喜的, 和许贾连接触和交往,还是有伤心和难过的时候,都是一些挑事经造成的, 比如自己的弟媳妇梁涮花华姐,还有弟媳妇的弟弟梁琢, 当然最严重的还是许贾那边的人,尤其是弟弟许雅顿和弟媳, 唐新风暴三,其实下雨扮演的黄勇正,和林国林扮演的许贾林都是老实人, 心胸都很宽阔,对人对事都有自己的原则, 知识太老好人了,所以面对自己的家人只能让,不,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去伤害对方, 不得已,强有的花不甜,这对CP也经历了很多, 从初庭作证的初始,但坚持数十年的百年追求, 再到后来的合并上是恋爱,约定三年的婚期, 还有接下来的矛盾不断的争吵,最终导致彼此分手, 见面,亦不能成为朋友,唐新风暴三,下雨李国林。